哈囉大家好我是羅伊老師 我是小艾老師 歡迎來到羅伊老師頻道 我們今天要有一個新主題 這個新主題叫做是 生活大小事 對看到我手上的紅包就知道 嗯 過年幾季涼涼 對不對 想幹什麼想幹什麼 我想問一下喔 小艾老師你覺得 呃除夕夜 不要講為什麼啦 就想問你除夕夜你都在幹嘛 我 就幹嘛這樣啊 幹嘛這樣啊 打真玩嗎 打到出衣 打出衣 太猛了 但總是會有這個東西的時候對不對 對通常就是吃年夜飯嘛 然後年夜飯吃完之後就是 發紅包 但以前是領紅包 現在就比較不期待 現在都要發出去 那我們來宣布一下今天的主題好了 好啊 今天主題好像就叫做 過年禁忌的事情 對 有哪些 嗯 要提醒大家 過年不要犯這種禁忌的錯誤喔 不要犯禁忌錯誤 對 好那紅包有什麼禁忌 呃我的禁忌嗎 對 如果你要包給我 啊 就是 不要包太少 好啦我們講一個通則啦好不好 紅包上有什麼禁忌 呃通常是 避免包單數 或者是 跟四有關的 就是 中國人比較不喜歡 四嘛 喔 我以前小時候有一個說法 說如果不然已經 還要四號或什麼 就 Doremi發發發發 是一個發的數字喔 喔 那就是 那說服自己啦 說服自己 所以如果我包了 四四四四四 就要說發發發發 對 沒錯 OK 那紅包還有什麼禁忌啊 紅包的話就是 呃 紅包但不能重複使用 不能重複使用 為什麼 不能重複使用 因為 有些人 紅包來不及耶 怎麼辦 呃 可是因為啊 就是 就像這樣子新的紅包啊 你已經拿了一個新的紅包了 那表示這個好運氣 會跟著你的紅包 一起給 收紅包的人 那如果我重複用的話 這個紅包其實之前的好運 已經用完了 所以是嗎 對 原來是這樣 嗯 那紅包還有什麼 我今天如果要給人家 還有什麼禁忌是 我們不能犯的嗎 呃 不能夠封口 不能夠封 欸 哇我現在會封口耶 都會把它折起來對不對 對 但是呢 聽說 封口的話呢 柴氣啊 就不會連頭 所以 不能封起來哦 我這樣知道哦 以後我們紅包袋 不要封口 不要把它折起來哦 就是 這樣子裝好之後 直接 對 直接拿給對方 這樣子就好了 那還有什麼 過年的禁忌呢 有關於 除夕夜當天啊 嗯 我們好像不能怎麼樣 不能關燈 不能關燈 嗯 嗯 可是如果 想要做事實在的事情 呃 嗯 這個是火鍋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就是 最好是不要關燈 不要關燈 對 尤其是家裡有 公眾聲明的話 是 因為這樣子就是 開著燈就可以 迎接新的一年 然後是 光明的一年 沒錯 迎接新的一年 而且吃年夜飯的時候 然後 在關燈之前 我們還有一個吃年夜飯的一個 嗯 喜俗嘛 對不對 大家團員 你也會放進說 魚頭好像 有一個禁忌 就是 不要吃魚頭 因為他會跟你說 哩 馬虎 哩 哩 馬虎 你沒有聽過那個嗎 我沒有耶 你沒有聽過那個 你可以再大聲音扭再聽一次 不行不行 現在是 過年特急 過年特急 我們不能講那些事情 對 就是 不能夠吃 魚頭 對 然後 魚肉也要有剩 因為這樣子就是 明年有 明年有 OK 這就是紅包 還有除夕 我們應該注意的事情喔 對 我們剛剛講完了 紅包的禁忌 對 除夕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 下一個禁忌對不對 嗯 下一個禁忌叫做是 過年期間 不能吃 稀飯 對 為什麼啊 嗯 因為就是 老一輩的觀念裡面啊 就是 如果你 過年 還吃稀飯的話 可能就會 在未來的一年 會比較窮困一點 比較窮困 因為早期可能是 比較沒有辦法吃很好 所以就吃稀飯 這樣子 然後 原來是這樣 嗯 下一個叫做 有欠錢的 千萬不要欠過年 嗯 基本上就是 大家都知道就是 如果你有 就是欠人家錢的話 過年前就是要把它 還清 還清 對 然後還有一種說法是 在過年的時候 尤其是大年初一 是不要借錢給人家 哦 年錢也不要借給人家喔 對 因為你要把你的財氣守住 守住 然後如果你在過年的時候呢 把錢借給人家的話 表示你的財氣就會外流 那這一年就 對 就沒有這麼 可能就是 口袋也就沒有這麼多 那我還聽說有一個叫做 不能伸手進別人口袋 跟這個有關係嗎 嗯 嗯 對 但是其實比較正確的說法應該是 不要讓別人的手 伸到你的口袋 然後從你的口袋把東西拿走 這樣會代表會怎麼樣 就是 嗯 把你身上的錢啊 或者是財物拿走的話 你可能這一整年一樣 就是財氣會外流的意思 好 就跟我們那個 紅包袋有沒有封口 對 的意思有點類似 有點類似 對 對 原來就是其中一個 就是守在自己身上 好 要守在自己身上 真的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過年要說吉祥話 不能說 呃 登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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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某幾個字 你知道請天使在上字幕 對 就是過年嘛 因為是要講吉祥話 所以 呃 開口 就是都要講好話 要講好聽話 這樣你才會好弄一整年喔 沒錯 假弟弟好貴你 假弟弟誰好心 真的 欸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不能嘴巴出一些惡言什麼的 對 那有關於器具的呢 器具有哪一個東西 嘴巴不能出惡言的話 就是羅伊老師會比較辛苦一點 哈哈哈 我克制 對 很爛 那如果器具上我們有哪些禁忌 就是盡量不要去動到尖銳的東西 剪刀啊 刀子啊 但是因為 切菜那個難免 就是剪刀啊 或者是指甲刀這些 對 所以我要變成長指甲的 嗯 出口 你過年 好不可以說那個字 哈哈哈 OK 還有就是說過年我們盡量少去醫院診所這一類的健康 剛剛還沒有講到就是剪刀啊 因為如果你動剪刀的話 有一種說法是說他會剪掉你一整年的好運 哦 因為他剪刀的意義這麼大哦 嗯 天啊太恐怖了 趕快把家裡剪刀收起來 對 再把他捆起來弄 對對對 看怎麼樣 封起來 真的 嗯 好吧 那關係到下一個 我們剛剛有稍微提到的就是說 不要去醫院不要去診所這些地方 就是盡量避免吃藥跟看醫生 嗯 真的 對 不然就是一整年可能都會有一些病痛啊 這樣子 嗯 但是當然就是如果你本身有長期在吃藥 慢性病或者是老人家就是這個就聽聽就好了 對還是依照醫生的處罰 請聽到醫生專業醫生的建議 嗯 然後來來按時的 來吃藥吃藥 對 真的 不要願意過年哦 對 因為小艾老師你有沒有常就是 平常就會被把房媽媽或長輩 拼命的吹出 起床起床起床吃飯 幹嘛幹嘛 就是睡太久就會啊 睡太久就會啊 那過年期間好像不能這樣對不對 不行 會怎麼樣 所以我過年都超開心 哈哈哈哈 笑到病嘴啊 所有的經濟都不跟家人講 就只講這一條 OK 那這一條 不可以一直叫人家的名字 然後吹人家起床 會代表一整年會怎麼樣 就是會一直有人在 吹出你要做事情 這樣子 哦 一整年都會被吹出 說要做什麼要做什麼要做什麼 這樣子 趕快去賺錢啦 哦 原來是這樣 好的 那最後一條我們來告訴大家的是 晚關於 你有要回娘家嗎 嗯 還沒 還沒 對 我一直都可以回娘家 還一直都可以回娘家 好 如果有關於你是結婚的人 要出二回娘家 有哪些禁忌 好像 聽說大年初一是不能回娘家 要到出二才能回去 哦 就是大家口中流傳的 出二回娘家 對 你不要出一就回去哦 如果出一回去的話 會怎麼樣 就是 這是老一輩的說法 就是好像會把娘家給吃窮了 哦 娘家吃窮 然後還得了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還好耶 我覺得這個還好 嗯 反正現在年輕人嘛 對啊 就是 有快樂 順利 平安 最重要 對 對不對 想家就回家囉 對 想家就回家囉 嘿 所以我們今天的 過年前禁忌 就講到這邊囉 對 如果你還有知道什麼 其他更多的禁忌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讓我們知道 也讓我們其他觀眾朋友呢 在底下有留言 看到你的留言說 哦 原來過年還有這些禁忌 是不能去做的哦 好累哦 哦 真的嗎 那年好多禁忌 真的 所以過年就是吉祥年嘛 對啊 今年是一個牛年 扭轉錢貨 對 扭轉錢貨 恭喜發財 紅包拿來 真的 紅包拿來哦 紅包拿來 那最後做個ending 就是喜歡我們頻道的人 幫我們 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對 記得要訂閱我們哦 那今天就到這邊了 恭喜發財 新年快樂 拜拜